哼 装鬼都不像 还把面具拿下 虽然是配角 但李子雄的每次出现都能惊艳当场 尤其是这部《倩与幽魂》里的左仙舞 更是被网友冠以地点最强占的 仙魔之下第一的称号 不仅能以凡人之躯硬钢腰母 甚至还能和被唱歌耽误的 女帝张学友交手一起落下 今天就带大家继续回顾经典 赶紧艾特你的好朋友一起观看 据说上集 宁采晨和烟炽侠埋葬了小倩 烟炽侠决定继续留在兰若寺 而宁采晨决定返回家乡 可是生逢乱世 哪里有清静之地 宁采晨遇到了一伙官兵 他们为了领取赏钱 就把宁采晨抓起来充当罪犯 宁采晨就这样被抓进了地牢 信得卧龙先生的帮助 这才死里逃生 刚逃出地牢 就看到一匹骏马 宁采晨误以为一切都是卧龙先生的安排 于是开始了 殴命 殊不知这匹马正是昆仑道士知秋的坐起 眼看着俊子背头 知秋连屁股都来不及擦 绷忙使用了钝壁水锥 一直到了晚上 宁采晨才找到一处破败的山庄 而知秋也紧随其后赶到 那是你的妈妈 我还以为那是 终于解除了误会 二人决定在这里休息等待天亮 放松下来的宁采晨决定洗个澡 殊不知危险正在慢慢靠近 宁采晨也感觉到了阴中阵阵 这时门突然自己开了 宁采晨觉得此地太过邪闻 于是跑出了山庄 殊不知外面才是危机重重 而此时的知秋正在熟睡 却因为宁采晨的洗澡水泄漏 而扰了知秋的青梦 正打算找宁采晨算账 却发现宁采晨正在被吊丝鬼纠缠 于是赶紧救人 可是知秋却感受不到一丝妖气 于是虚晃一招探测虚实 结果却发现对方并不是鬼怪 为了防止宁采晨出意外 于是把宁采晨扔到了树上 知秋便与他们展开了肉搏 其中两个女鬼想要袭击落单的宁采晨 期间其中一个女鬼的面罩掉了 此女子竟然和小倩一模一样 这可惊呆了宁采晨 知秋看宁采晨遇险 于是用出了定身重 女子却挟持了宁采晨 却无意间发现了卧龙先生给宁采晨的信物 结果被他们误以为是博学多才的卧龙先生 原来他们都是忠臣之后 酷似小倩的叫清风 妹妹叫月池 由于父亲被奸臣陷害 要被押上京城斩首 他们埋伏再次想要营救老父亲 知秋一看都是好人 于是也做了自我介绍 顺便解除了所有人的定身重 可是无论宁采晨怎么解释 众人都以为宁采晨是太过谦虚 就连知秋也深信不疑 事后宁采晨找到清风 询问清风是否认识卧龙先生在指点他 于是阴差阳错决定去实力停埋伏救人 那我定音送客 送走了清风等 知秋却发现一个妖怪的脚印 于是赶紧告诉了宁采晨 宁采晨提醒他用定身重 为了防止意外 也给宁采晨画上了定身重 并且告诉宁采晨如何使命 但是却阴差阳错把知秋给定住 但是宁采晨根本不知道如何解决 就在想办法的时候 妖怪慢慢逼近 这可急坏了知秋 好在危机时刻 宁采晨无意再次施展了定身重 干大的是 宁采晨也被定住 可随着时间一长 手上的符咒渐渐被汗水锁 两人一腰同时恢复了行动能力 知秋把宁采晨放到了安全区 开始和妖怪正面对决 先是用出了统盾之术 术面墙壁直接撞向妖怪 但是妖怪皮操肉厚 根本不具物理攻击 知秋又甩出数张符咒 符咒瞬间被离 但是依然没能完全消灭妖怪 知秋拉开战线 拔出宝剑 将妖怪横腰斩 随后用出掌星人 将妖怪的下半身 轰了一个膝 但是上半身却顿地逃跑 于是知秋决定前去追妖怪 哼 装回都不行 还把面具拿下 她是号称地表最强武力的 锦衣卫五千户 锦衣区区凡人之力 竟能杀的妖魔血流 更是被众多网友 称呼为仙娃之下 想不到就在她押送 朝廷重犯围巾的路上 却正巧遇到知秋 在追踪逃跑的妖怪 不以为有人截囚的左千户 不由奔说对知秋展开了攻击 左千户的攻击不仅能力一场 并且攻速也是七块五五 知秋只能一味博闪 根本没有时间施法念准 知秋连忙施展遁地之势 想要拉开距离 却不料左千户紧追不舍 迫不得已 知秋从地底端出 笑停了战斗 我在厦门捉鬼 偷口气你说我挡路 晚上他跑出来啊 吓得你们屁股尿流 于是知秋继续遁地去追寻妖怪 左千户只好继续上路 而他押送的犯人正是清风的父亲 而另一边 宁采成为了躲避官兵的追捕 就刮去了胡子 恰巧遇到了刚从十里亭回来的清风等人 但是由于没了胡子 清风等人并没有认出来 继续返回了山庄 并不知道山庄里有妖怪 担心清风的宁采成只能一起访 我不欺然 被知秋砍去下半身的妖怪回到了山庄 而清风竟然在妖怪的眼皮底下开始吸走 正想要对清风动手之时 宁采成赶了回来 找不到衣服的清风只好四处躲藏 而这时恰好妹妹月池也跟了进来 如果被月池发现他们俩衣衫不整在屋子里 那就真的说不清楚了 为了掩护清风溜走 宁采成只好抱住了月池 这让月池心里的小兔蓬蓬乱撞 众人眼看妖怪出来 就准备逃跑 可是刚跑出山庄 恰巧碰到左千户行至此处 于是众人又退回了山庄 宁采成心生一计 想借官兵之手除去妖怪 一身正气的左千户看到妖怪 果不其然提到就少 趁着左千户和妖怪缠斗之际 清风等人出去解救自己父亲 虽然清风消去了妖怪的头颅 但是身体也被妖怪抓住 一时无法脱身 被消飞的头颅直奔清风等人飞了 清风救负心切 拼死挡住了妖怪的头颅 千军一发之际 知秋终于赶了 救下了清风 而左千户也不幸被抓住 但是妖怪临死前喷出了湿毒 导致清风马上就要变成妖魔 知秋趁机将驱魔符塞入清风嘴里 随后用银针压制妖气 逼得妖怪献出妖身 于是只好送您采成上去 清风也终于恢复了过来 男人不骂 而此时的护国法师普渡慈行也云游至此 左千户看出来在场之人并非奸沉恶等 于是正开锁链 想要求国师对傅大人网开一面 却不知国师本身就是妖怪华生 哪里会步履凡人的死 你们杀气太大 快点放下徒刀 立地成佛 上来就对众人用出了所谓的反应 眼见众人就要被国去信仿 知秋猛然醒悟 赶紧拦下了众人 随机施展法术攻击博师 不曾想妖怪盗横高深 竟然幻化成了如来佛 由于知秋到行上前 根本对付不了妖魔 于是用出最后的反应 开辟出了一条退路 让众人赶紧逃命 妖怪出手攻击 最终只有宁采臣和清风桃李 左千户以为会和博师一起回京 但是博师却回了慈航大殿 左千户觉得事有蹊跷 于是前往查看 却看到了震惊的一幕 所有的文武百官竟然都在慈航大殿 杨大人 是个虚壳 杨大人 也是个虚壳 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是什么妖怪 把这些名臣大家的血肉 弄到哪里去了 在深入调查 却发现博师竟然也只剩下一层外皮 原来今晚恰逢死伏逢天窟之日 博师献出真身躲起来了 左千户趁机救出了知秋等人 几人正想逃离 索命范英同时想起 知秋坐地帮助月池和傅大人捕护原神 左千户决定为他们争取一点时间 可是凡人怎么可能斗得过妖魔 还没有看清妖魔的真身 左千户就被砍掉了一条手臂 但是凭借千金百战的经验 左千户还是斩杀了一众追兵 但是此时也到了强母之命 这时博师也赶了过来 而知秋此时也已经是强母之命 危急时刻 燕赤侠等人赶到 燕赤侠打穿山洞 疯狂输出金刚精 一时间竟然压制住了火灵半衣 随后燕赤侠用出乾坤剑 轰刺了妖怪的皮靡 金光一闪 妖怪再次放化成为如来佛主 诗人都喜欢从败红架 被诗本要跟诗人中文 对 总因为诗人无知 才没给程序入 我们燕赤沙太 谁会让你涂开声音 无以我的名等知识 只有死我一样 放屁 红枭凌铁 放箭凌尾 击退妖怪之后 燕赤侠摆出了剑枕 妖怪显出真身 从地底打破了剑枕 众人只能逃跑 但是下一步 妖怪直接破断了出 巨大的蜈蚣真身将众人托起 燕赤侠和知秋合力刺中蜈蚣金的天灵带 蜈蚣吃透 开始四处乱转 众人纷纷跌落 燕赤侠寄出飞剑 众人开始欲剑飞行 燕赤侠开始全力攻击蜈蚣金 但是所有攻击都被蜈蚣金直接吃起了 燕赤侠随即又用出法术攻击 但是伤害依然是悲伤的心 知秋欲剑反复 也用出了土盾之术 随后两座大山开始挤押蜈蚣金 在二人的物理和法术攻击前 蜈蚣金终于被关了起来 就在众人庆祝节后余生之时 怪物突破封印 直接夹住了知秋 燕赤侠赶紧前去搭救 但是为时已晚 于是和知秋一起落入了蜈蚣金腹中 随后被腹中的年夜困住了肉身 只能元神出窍才能活命 通散了妖怪的真身之风 燕赤侠法力高强 顺利归翘 暂时知秋法力不及燕赤侠 元神没能归翘 而燕赤侠也不能为人 故事的最后 青松选择了逃离俗世 和宁采晨一起闯荡天涯